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还原了一个关于海的这么一个想象 然后拍了一个故事是关于70年代一个荷兰艺术家 试图从美国用一艘小的帆船去横渡整个大西洋 然后到欧洲最后失踪的这么一个故事 它这个电影要总共剪出来9个小时长度 我们觉得这个也是挺不一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我们就答应来做这个片子的配乐吧 当时常常导演和我们一起讨论 说可不可以做一个不一样的一个音乐现场的一个项目 也是作为这个电影的一个部分做一个项目出来 在影棚中我们搭建了一个大概400平米的一个水池 然后所用的道具是一艘船 包括一些模拟的雪山冰山还有灯光 我觉得网文是特别合适的一个乐队去做这样的一个有挑战性的东西 首先它是一个非常困难的空间 所以我特别期待他们能用这样的空间去做一场不一样的演出 去挑战他们自己对声音的控制 然后我觉得传统的一般的就是像网文的音乐 可能在里面可能就会非常浑浊 可能就是非常浑大家也听不清晰 所以然后我们看了一下现场的场景 然后也沟通了一下 然后想法吧 然后我们决定去做一个不一样的一个音乐现场 实际上就是一个一个纯迹性的一个偏氛围音乐的一个一个现场 而且这恰恰也是网文然后一直以来想做的一个一个尝试吧 因为网文还没有还没有做过一个真正的一个迹性的一个一个现场 这个现场是我有史以来听过最震撼的一次 然后所有东西都是非常完美的 整个空间我觉得整个空间完全变了 就是从一个影棚它像一个音乐大厅 或者像一个山洞这么一个状态 我觉得是特别特别不错的 不是一个单纯的音乐的一个现场 它是一个音乐影像灯光场景所有的这些一个融合在一起的一个 挺有意思的一个现场 剧中的声音效果各方方面面 然后我觉得我们觉得都特别棒 而且就是这也是网文我们一直想做的东西 结果有这个机会能把它呈现出来 我们就觉得这个是特别好的一个机会 我觉得非常完美 感谢观看